这一条是一个图 这个图有一个circle 有一个equation 有点A A就是68 就是这个位置 接着B就是在Y轴 在这里 接着P就是平的这条线 是打横的 Horizontal 就是这样 这两条就是tangent 学一些圆形tangent的一些关系式 首先证明B的点在哪里 要证明B的座标就是这个 B因为Y轴 所以X位是0 又因为它是circle上面 所以就代入去circle的公式 就是这一条 X代0 代入去介入 就计算Y 就计算Y是10 或者-10 但是看到图 如果这一点 X是0 这一点就是010 但是B在下面 所以应该就拿-10 到时候就reject了10 就可以了 好 B part 就问PA和PB 为什么会双等 PA PB就是这里 这里和这里 因为两条都是tangent 我们有tangent property 一个圆形 如果由外面的一点 画两条tangent 这里和这个长度 就会等于这里和这个长度 因为tangent from external points 是相等长度的 这就是property 你自己写吧 刚才所说的 tangent有两条 那个长度就相等 好 接着找P 找P那点 因为P那点是打横的 P和B是打横的 所以P那点的座标 你看到其中一些资料 就会计得快些 打横的时候 它这个高度 就是Y的高度 就会相等 相等 Y这个位置会相等-10 然后计算A 计算这个位置 就是用长度去计算 两个长度相等 所以你如果懂得处理整点 你的B怎么做呢 因为如果用AB 就需要有两个announce 但是如果你知道B 就会少一个announce 所以你的B 已经知道了 就是-10 那就剩下一个announce A 那算A就用刚才的condition 就是PA和PB的长度相同 那你左边呢 就一点 去到A 就应该是 6-8 那就用distance formula 减6-8 那你右边呢 其实是平的 这样 这个是0-10 这个其实是A-10 那A在右边 最快就是A-0 这个长度就是A 所以这里你最快就写A 那如果你用distance formula 都可以的 都可以计算到同样的东西 好了 接着将它square了它 这个 就是将两个开方好弱了它 就变成这样 这个18的square 18的square 就是324 接着expand开它 这个用回identity A-square 2AB 和B-square 就变成开它 吃完之后 两个A-square 就已经弱了 在这里继续 这样就继续 这样就继续 这样就继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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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继续了